那很多的初博在养春雨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像咱一样 下面的叶子长得东倒西外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给它剪掉 不剪它长得四样八叉的 原本的时候呢我们是想着 把下面这种小的全部给剪掉的 后来那个他们说留着吧 留着那个让它去长 这种没必要 我就把这种边上小的给它剪了 你看它上面留两个那种很精神的 这一共是三个 边上长了三个起来 你像这一个很老的这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它上面的叶子也不多 如果说臭宝门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给它剪掉 剪掉它就可以了 留着也没用 叶子多并不见得好 就像贵贝族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画门也不用很纠结 为什么我这个叶子长得东倒西外 你可以剪掉 然后呢往这个里面追上一些肥料 给它补充到一定足够的营养 它再长出来就会强壮许多了 所以说呢你要记住 并竖前头万木村是吧 反正就这个意思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一定要这个意思就懂了 就不说 这点关注的一篇 关于春雨的一些个小技巧 我是老花一 养花季展艺 白了抽吧 嘿嘿嘿 嘿嘿